8月8日是台湾的父亲节 但在这一天 一位在台湾发展的日本男艺人 却因涉拳虐待三个月大的女儿致死 被侦查对押送拘留 这位日本男星名为葛西贱二 在台湾做搞笑艺人 有一个台湾老婆 在今年5月出生隔人妇 还经常在网上晒出女儿的猛照 但在8月4日晚 她三个月大的女儿却被紧急送医抢救 医生诊断出女婴有脸部瘀伤 脑水肿 颅骨骨折等心就伤 怀疑女婴长期遭到虐待 院方随后紧急通知警方介入调查 在期间二向警方解释 趁女儿的伤 是因自己抱女儿 在肩上食孩子鼻子撞到了父亲的锁骨 造成鼻子瘀青 而后不小心滑落头部撞击地板 造成颅骨骨折 脑水肿等症状 后来她发现女儿全身瘫软 呼吸微弱 才赶紧送医救治 并称由于自己与老婆是新手父母 照顾宝宝的手法不够熟练 很不幸 在8月8日傍晚 三个月大的小女孩伤重不治身亡 依据医院检查结果 女婴身上有多处心臼伤痕 而网友们也在其之前晒出的女儿蒙罩中 发现了女孩头部 脸部 全身多处泛红肿块 因此警方举台北地检署 已启动了刑事相验调查程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